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觉得年展是柏林一年一度的一个小节目 不算是小节目吧 它这个人流量非常大了 我感觉全柏林的艺术圈内的年轻人都会来看 对 其实是一个很热闹 凑热闹的一个事 你说从这能看到什么好东西倒也不可能 但我觉得它的优势在于它跟社会挂钩 跟整个城市的相互的连接很紧密 并且你可以不管是老人还是年轻人 不管是学艺术的还是跟艺术没有关系的人 都可以从这种活动里边得到一些积极的反馈 因为像对于我来说 看这种年展的期待 并不是说从这个展览或者是从这个活动里边 我能得到一些什么多么好的观看体验 而是更多的是想去看一看 可能当下最年轻的这帮没有进入艺术圈 没有进入市场的这些年轻人 他们是在做什么 每一次的年展都会来看 并且每一次其实都没有看到说多么厉害的作品 其实我想看到的是这些年轻的学生 他在没有被市场规训之前 很有单纯为了做一些自己觉得好玩的事 然后去做的一些尝试 从里面其实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勇敢的一些学生 他们做一些不是墨守成规的东西 并不是说他们的这个东西的艺术性有多强 而是有的时候你可能很难作为一个职业的 或者是不是职业的艺术家或者艺术从业者 他们不敢想的那些点 就是觉得这个东西完全跟艺术不干边 但是这些学生就敢弄出来 慢慢的可能他们通过自己的发展 可以把他们这些大胆的想法加入到之后的艺术创作里 慢慢的可以变成一个职业化的 或者是比较纯粹艺术的艺术家 我觉得我看这个年载人比作品要精彩 人太多了 其实看不到什么东西 但是它的好处也是它的人太多了 因为你其实可以通过这种方式直接进入市场 画廊的人都会来去 都会来寻找艺术家在年展上 当然了这也分城市 其实艺术学生的水平没有说有多大的差距每个学校 老师也没有什么多大的差距 其实还是城市的体量以及艺术从业者的体量 因为在柏林其实是整个德国做艺术的人最多的地方 也是整个欧洲的一个艺术集中地 在这个城市里面可能有一半的人群都是艺术家 他们从事是各种各样的职业 然后扶持这个城市 但是同时他们也要在坚持自己的艺术 所以这些人都会来看 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交流的平台 我就是觉得人比作品要精彩 因为人多有意思的人都有 大家都挺有意思的 但是作品就有意思的比较少 其实说白了这就是一个大party 就是学生的朋友大家聚在一起喝酒跳舞蹦逼什么的 就是乐一乐 对 好处我觉得就是它要比这个中国学院的年展有意义很多 那那氛围是不一样的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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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